大家好 欢迎来到迈活fit出品的大麦健身兽 你大麦哥又来了 今天是2021年2月26日 今天咱们看看健美健身圈有什么大事 首先咱们关注一下在2020年奥赛取得冠军的大拉米 大拉米他像简约一般 他走在了军队的前方 在大拉米取胜回到自己的祖国埃及之后 当时就被封为埃及的法老 埃及的之神 所以说当时做节目说 大拉米准备从政 没有想到这短短几个月 你看12月中旬到2月中旬 这短短的两个月 大拉米就走到了军队的前方 他视察了军队 他 啊 这是啥 啥情况 没有想到这大拉米看上去好像憨憨呆呆的大宝贝 他的政治智慧确实的非常的尖锐 大拉米在中东地区可以说是创造了历史 首次中东地区的人物 取得了奥赛的冠军 你看看整个的军事基地 刚地的官员和大拉米 哎呦 我的天呐 大拉米还视察火箭炮发射的 我的天呐 这太厉害了 大拉米真正走向了政治的顶峰 接下来大拉米还受了薰 他取得了一块大的金牌 哎呦 大拉米 我向你祝福 大拉米 你将成为埃及的法老 说到这儿 让我想起了今年不得已的菲尔西斯 七届奥赛冠军 菲尔西斯在2020年没有取得八届冠军之后 将会在2021年的奥赛 我们不会看到他的身影 年轻时候的他是一位篮球高手 可是因为身高不够高 他选择了健美这项运动 没有想到一干就是十几年取得了七届奥赛冠军 而他的好朋友 威廉·伯纳克也准备在十月份的奥赛 夺取自己的第二名 威廉·伯纳克是2019年取得奥赛第二名 大家还记得吧 这时候我看到一个年轻时候的照片 这位小伙子长得有些眼熟 他是何人 他原来是我们的赛迪克 赛迪克亮出来这张照片 他说我有点像那个谁 他在社交媒体上说 你看我这张照片像不像马修 马修就是星际穿越那个男主角 是不是火龙传奇 那个是不是也只有硬汉呢 咱们在后边讲 好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Quiz Quiz这厉害了 Quiz出演了好莱坞大片 不对 这不是好莱坞大片 这是他出演的一个广告片 这个Quiz穿上西服还真是好看 而Quiz的小胡子也成为了他本次这个广告片的一个焦点 让Quiz主持这个奥斯卡典礼 在场上的这个演员都别敢上场了 啥 都是大头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我们的古典的Ashley Ashley在提前到十月份之后 她没有放弃 她继续和我们的大教练Quiz来完成今年2021年的愿望 她什么愿望 2021年212 她要取得冠军吧 我觉得不太可能 她现在也没有表 她到底是想走古典还是212呢 我觉得她可能还在古典上徘徊 她有点犹豫 她有点措手不及 不能说措手不及 她有点拿不定主意 接下来这个小伙子看着有点眼熟 这个小伙子好像是个当兵的小小哥 这头发都没了 这是干啥呢 原来她就是我们的今年澳赛的2020年澳赛的古典亚军 这个造型王 没有想到造型王 这小伙子怎么干了这孩了 我真的有点想不出来 他1米65的身高 他竟然取得这个 接下来属于叫好不叫做的谁啊 来自荷兰的魏斯里 她这小伙子只有形态这么好 为什么怎么就是走不出来 原来是腿不行 腰太粗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我们的212级别叫什么 小匠坑 小匠坑晾出了自己最强的状态 我的天哪 我一直把小匠坑一直归为古典类 没有想到他一直在212徘徊 到底怎么着 他突然放出了自己大教练 曾经有矛盾的 弗莱克斯汇勒他俩又复合了吧 他俩又复合了 我鼓掌 而接下来乔治三世参加了一场追思 不是追思会 参加了一场posing大讲堂 乔治三世站在所有的运动员前面 可以说是真看不出来 为什么他有点黑 乔治三世 我祝你在下一场比赛取得冠军 212级别 乔治三世 我特别看好你 但是你前面有一个小将柯恩 真不好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女子剑 男子剑体 男子剑体 咱们看一下 德鲁他亮出了自己最强的背肌 那臂肌看谁跟谁比了 你再看小杰尔米的背肌也不错呀 你看小杰尔米的背肌 这个虽然细节可能稍微差了一点 但是我觉得背部是小杰尔米的一个亮点 再看小杰尔米的正面肌肉 我的天哪 这个拔子弹 誓言线相当的强大 可惜他是一个男人 而接下来 RBB职业联盟亮出了自己最强的 今年取得奥赛第六名的 我们的安德鲁最强的这个posing 这安德鲁今年奥赛 还有将近七个月的时间 安德鲁亮出了自己最强的男子舰体照 在去年进入前六之后 安德鲁今年在男子舰体的目标 在2021年十分 我觉得他应该准备进军前三 前三有没有戏 我觉得戏很大呀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 我们今天的重磅主题 好莱坞的大头和飞大头 咱们先关注一下飞大头 有哪些好莱坞的影星 他属于肌肉男星 首先是1985年的片子 我们的独闯龙坛 在你大麦哥50岁的时候 首先接触这个影片当时在一个同学的家里 这个同学的以岁数也不小了 在这个看这个片子之后 哎呦我的天呐 我当时可以说是心愁澎湃呀 自己这个嘴老实撇着 到哪都是咪这个哑 以至于撇嘴咪啊 这个表情辞聚了两个月 这次病你得治啊 那接下来咱们看一下这张照片 也是来自于独闯龙坛 你看安德鲁一米八八的身高 和你大麦哥有些相仿 你看看当时的肌肉减脂 哎呦这脸的轮破是非常好 我还记得这个情景 他从这个飞机上跳下来之后 他没有死 他没有杆 他还能跑动 我的天呐 这影片拍的也太神奇了 接下来他来到了一个船上 哦呀我的天呐 他还没有在脸上抹油 一会儿在脸上抹大黑了就 他划着双脚 让我想起了一首歌 让我们打起双脚 接下来是80年代电子游戏的经典造型 什么造型 浑豆罗的造型 他身上别的子弹 手拿机关枪 啪啪啪三僧 一吐了 这死一大片 那是当时美国电影的一个特点 那么接下来咱们看一下 另一个动作男星 他不属于大头范围 他身上还是有点肌肉的 则滴一滴血的史太龙 我看着他有点弱呀 那么接下来咱们看一下 我们的VCAD和那个谁呀 我们的龙格尔 上个云顿还用说吗 他是绝对是比利斯的 有两家的家伙 身上肌肉也挺棒 龙格尔就不用说了 我们的捧发者 在接下来咱们看一下 我们的布鲁斯威利斯 他是不是属于大头 我觉得有点啊 在他事业的巅峰出演了 戴哈的系列 在戴哈第一集里 他脱去了上衣 这可以说是没有任何训练痕迹呀 只身上磨得有点泥 但是这怎么就成动作明星了呢 他不带硬汉 他有点阳刚 但是他属于大头 但是不管怎么说 布鲁斯威利斯从演技来说 他饰演的角色都是比较神奇 我觉得这点我把它排除在大头的范围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洛克 洛克可以说是著名的动作肌肉影星 这就不用说了 前WWF著名的摔跤手 他可以说为我们带来了阳刚和力量 那么接下来咱们看一下澳洲的 我们的修格兰特 他的媳妇好像比他大岁数很多 到底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但是两个人确实是真爱 我记得在这个金刚狼就不用说了 在这个澳大利亚的著名的影片 本地澳大利亚这个名字 他亮出自己身上的肌肉 我的天哪 这腹肌好像没有 但是不管怎么说 金刚狼这一系列造就了他肌肉硬汉的男星的这么一个特点 不对 他叫不叫修格兰特 他叫修杰格曼亚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范迪套 范迪套的著名的影片系列 就是他演的这个极品飞车系列 在这个系列当中 他展示了自己硬汉的形象 在这个前几集 他的这个肌肉形态还是不错 你饰演了其他的一些科幻类的动作影片 但是在慢慢在后几集 也就是说近几年 他的肌肉形态有所收缩 但是那属于岁数大 年轻时候他也属于恋家的 我对他荧幕饰演的角色还是比较欣赏 声音非常的让人欢喜 第二从这个性格特点 一个字非常爽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威尔史密斯 威尔史密斯在之前的节目当中 把他好像不太认为他适合饰演阿拉丁 但是威尔史密斯呢 也曾经练过一段肌肉 肌肉形态在演员里还算可以的吧 所以他排除了大头之外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 RoboCop RoboCop的魔匪 这位演员由于他拍摄时属于穿着的特技服装 所以他属于大头 接下来另一个动作影星 海王我就不用说了吧 海王最早看他的片子是在经济之门 一系列当时还是个年轻小伙子 没有想到饰演成了肌肉海王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复联的几位选手 这复联的几位选手 有哪些属于真大头 有哪些属于肌肉阳刚型 咱们看一下 首先把这个钢铁侠就排除在外吧 为啥 这钢铁侠属于穿着特技服装 和这个机械战警属于一个类型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美国队长 美国队长可以说是纯粹的肌肉大汉 他在这个影片里展示出了自己肌肉 你再看当时那个他对面的演示 这个对角戏的这个女演员 看到这阳刚的肌肉 自己已经把持不住了 他说我想张老师 没有想到这灭霸出现了 他看见灭霸的无辜的表情 上手一下 倒是手起刀落 可以说是灭霸是身手易处 是他干的吗 还是我们的雷神干的 接下来这个灭霸 你看看 你觉得灭霸这个饰演的演员 他属于肌肉阳刚型吗 但灭霸在电影里的肌肉的块挺大 咱们看一下灭霸这个饰演的演员 我们的角式 角式走上台场 这个角式好像肌肉形态还行 一看就是练家的 虽然个头不高 但是确实也经过一段的训练 才能饰演这个角色 在整个演员见面会上 我们的乔治 他这个角式化 他穿着紧身小背心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比旁边的我们的刀客户 显得刀客户已经定位 定位大头 我还看到了谁 我看到了旺达和幻世 那幻世那一看就是 俩子大头 为啥他也是穿着特技服装 左边的雷神就不用说了 澳洲著名的硬汉大将 自己还有这个健身的这个APP 再又看右边是 哎呀这是右边谁呀 右边穿特技服装的属于大头 我们的后客 接下来另一个超级大头出现了 他就是属于钢铁侠 哎呦我的天呐 确实不小啊 这个号 他缓缓走上台上谁来迎接 我们的灭霸的饰演者 嚼实话上来迎接 这个钢铁侠拍了拍他的肌肉 我的天呐 你的肌肉挺丰富 比我的头还打 我只能喘着鸟部 喘特技服装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灭霸 嚼实话在训练时候的情景 嘿 这个肌肉形态不错呀啊 虽然呢是普通人训练成这样 已经相当的不易 为了拍摄复联的一系列 这嚼实话专门还去了这个啊 纽约啊 这个加利福尼亚维纳斯健身房 黄金健身房进行训练 当时还没有疫情 他去那人都不用戴口罩 现在你去健身房 你不戴口罩 你试试啊 你不戴口罩 连进都进不去呀 不要说你不知道 这世界变化快呀 再看看所有的演员 我们好像忘了一个人 谁呀 蚁人 艾特曼 艾特曼也是穿着特技服装 根据这之前总结的规律 只要穿特技服装的 一般都属于大头系列 咱们看一下 是不是 他和我们的鹰眼 鹰眼我忘了说呀 鹰眼虽然没穿特技服装 但是你看看 这小窄肩板 再看看这蚁人这大头 所以说好莱坞的男星鸡头参半呀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这个影片 这个新科技公司 研发出了人体飞行器 但是在上期节目 咱我只说过 你要做这个飞行器呀 你手胳膊比你有劲儿啊 你胳膊肘没劲儿的话 咔砰一声 整个四个喷射器 直接喷向你的一头鸡 你这还飞呢 你飞下来下半身已经烧糊了 是不是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 澳洲的女子专场 这位女子专场年轻时候 可是不这样啊 曾经苗条的 她现在看起来是浑身的非常浑厚啊 两个字浑原 但是这种浑原的肌肉形态 慢慢走向了前台 成为一种时尚 喜欢的男人是越来越多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 咱不要紧分享 关注和点赞 咱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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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eamers ain't got time To make them see who we believe If you and me,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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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e the light inside of me Every night We're chasing dreams Ain't got time To make them see who we believe If you and me, yeah You're the light inside of me Every night We're chasing dreams Ain't got time To make them see who we believe If you and me, yeah You're the light inside of me Every night We're chasing dreams Ain't got time To make them see who we believe If you and me, yeah